好,争取连任第三选区现议员的议长张俊 10月1号下午在光复自宅成立了竞选总部 不仅地方、乡亲民众、全台大咖也都到场来站台 力挺支持不为强权打压的张俊 那么6号参选人张俊除了持续为民服务的热忱 也重申强调,选情处处被打压 但是为了花莲公平正义,他不能退缩 坚持守护花莲正义 张俊的父亲亲自为儿子批上竞选彩带 中国国民党前主席将其承受与竞选战旗 升为学校校长张亚中致政好彩头 祝福张俊高票连任 而为获得国民党提名参选的议长张俊竞选总部成立大会 国民党大咖全都来站台力挺 现场选战气氛热烈 拜托大家,这个是年轻有冲劲的 拜托各位,让他继续为大家来服务 所以无论如何,11月20日选几下? 6号! 12月6日选几下? 6号! 这队长来听一个好人,大家说对对对! 张俊一长继续连任 来为我们乡亲来服务,大家说好不好? 好! 我们经常受到委屈 我们经常受到不公平的对待 但是,面对这种情况 张俊兄做了最好的表战 他没有放弃,没有积累 胜儿的心中都没有怨言 可是,各位乡亲 特别是光复香的乡亲 对于一位,曾经为我们打拼 曾经为我们争斗 受到委屈 受了极大的委屈 我们唯一能够做的事情 就是在11月26号 让他红白一会,好不好? 好! 国民党大咖道场力挺支持 现议会也大团结道场站台 提防大老士生及乡亲民众 也不分蓝绿党派 不分族群 也不为强权打压 纷纷道场相挺 有超过上千人道场 挤爆竞选总部的现场 令张俊一级竞选团队 万分感激各界的支持与肯定 争取连任第三选区6号 现议员候选人张俊 除了是将权力服务地方 也重申强调为了华民共同争议 也将不退缩礼拼到底 花蓮疼惜我 我也深深的爱护花蓮 令人遗憾的是 有人掌握权力之后 不知好好珍惜花蓮 培养在地人才 反而费尽心思 来制造分裂 排除疫局 狠狠撕裂花蓮人的情感 累积人与人之间的仇恨 对于持有不同意见的人 就是一路打压抹黑攻击 张俊我就是其中一位 但是我始终相信 公道自在人心 张俊不信公里换不回 不容任意尽成灰 所以说 真说疼好 张俊非常庆幸 有乡亲 及在座好朋友的一路相挺 给张俊温暖 给张俊勇气 这也是促使张俊 继续为花蓮献民 服务最大的力量 花蓮要改变 监督不能停 花蓮要进步 建设要加速 张俊需要每一位 有正义胆的民 做张俊强而有力的靠山 恳请各位乡亲好朋友 用您的选票 继续支持张俊 以无党籍身份 争取连论的张俊 面对这一次选情 处处被强权打压抹黑 张俊毫无畏惧 坚守花蓮民众正义 也肯托乡亲 11月26号 用选票支持力挺 公平正义的花蓮 记者11月蓝 光复采访报道 你是不是费注入道 你是不是费注入道 你自己去做